黑修日本癌疗辅助临床研究里面研究呢 使用黑修轻氧治疗机的免疫疗法呢 是可以让癌症消失的 那在这一个轻氧免疫疗法的 这个是它是属于一个新的医疗趋势 那这个是侧木纯尔博士 侧木纯尔医生 它是属于独立行政法人 日本雄本县北医院机构 育民地区保健 医疗中心的一个院长 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侧木纯尔医生 以轻氧抗癌的这个资讯的话呢 你可以scan一下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MyHCO的六大安全有效的趋势呢 是哪一些呢 第一它可以让癌症消失 这个是通过日本侧木教授呢 证明呢 使用HCO呢 可以达到日本的末期癌症的辅助 在它的临床研究里面证实呢 这个是非常安全有效的让癌症消失 那第二个呢 我们的氢氧基我们的HCO呢 是有完美的专利比 专利比例 OK 在我们的HCO独家的这个专利比例呢 我们包含了73%的氢 Hydrogen 27%的氧 Oxygen 这个是属于完美的那一个专利比例 因为这个比例呢 是提供人体适当的那个氢分子 以减少这个坏的活性氧 同时可以达到一个补养的功能 当我们这个HCO吸进去的话呢 它是有效的达到一个消炎排毒的功能 使人体呢 可以以一个最自然安全健康的方法上吸入氢氧 达到一个养生保健的效果 同时HCO呢 是有一家HCO就像是照顾全家的健康 因为HCO呢 是属于家庭医生 HCO氢氧气量机呢 让全家用的安心 健康放心 全家开心 而我们这一家的HCO呢 是属于最大的氢氧产气量 因为HCO拥有了夜间上最大的那个氢氧产气量 每一家HCO每一个小时呢 就会产生 70到75公升的那个氢氧气 那这一个75到75公升的氢氧气呢 可以达到一个快速排酸毒 消炎灭 炎排毒 止痛 自律效果 自律效果最高的一家机器 那同时 当我们每天吸HCO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 避 避开跟逆转我们的这个病痛 因为当每天吸 两到五个小时的HCO呢 是可以有效的去避开和逆转这种病痛 如癌症或者一些奇难杂症老化或者各种的病痛 然后第六项HCO就是我们的那一个气疗师 因为呢 我们的HCO呢 是有配上了一个 one to one的专业的一个辅导的气疗师 以根据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医员来配合呢 我们来突入的饮食跟气疗达到一个养生 避病逆转病痛跟更共享健康自主的一个生活 我们的一言十句呢 证明呢 CHO可以达到一个自救避病的效果 在CHO呢 可以达到呢 三种不同类籍的一个效果 第一个 它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跟逆转癌症 第二个就是让我们健康自主 第三个 预防跟逆转其他的一些病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CHO可以预防跟逆转病症 让癌症消失 因为在侧目存的耳 医生的这一本书里面呢 是证明用CHO呢 是可以让癌症消失 同时提升免疫力 让末期癌患者呢 有拨一个希望 同时呢 在提升手术前后呢 达到一个更好的治愈的效果 减少这个化疗的副作用 同时也减少放射性的副作用 在整个癌疗的过程里面呢 可以帮助患者提升 经历快速的那个复原 保持他们的生活体品质 可以让他们治理 同时可以预防癌复发 那第二项呢 CHO呢 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健康自主 就是比如是说 可以自救避开病痛 我们会减少我们身体的压力 避开病痛 增加我们的ATP的能量 就保持恢复我们的精神跟精力 那如果面对一些有无名痛的人呢 CHO也是很快帮助他快适止止痛 而且快速的那个推随肿 舒缓身体的酸痛 快速的复原 那同时CHO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他可以延受动灵 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 消除多余的脂肪 减少少痛而安然的散终 那第三项呢 就是他可以达到一个预防跟逆转 各种的病痛 比如是说慢性病 阿斯海默症 Parkinson's disease 心血管疾病 脑中风等的后遗症 那如果面对心肌梗塞后遗症呢 他也可以改善到这些病症 同时他可以延缓 立腺体的机能下降 舒缓我们的那个肌肉跟关节疼痛 而且有效的避开五高血高 血糖高 血压高 胆骨酸高 血脂高 尿酸高 跟糖尿等的这些问题 第一个部分 我们将会看 一延正直呢 HCO可以预防和逆转癌症 如果长者每天可以做气功呢 是非常好的 那他可以每天做气功 达到两个小时以上 那如果在他的体力上 不允许他有做气功的这个体力的话呢 他可以选择CHO2到3个小时 因为CHO2到3个小时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充气充电排毒灭烟的一个养生方法 CHO呢就如一个人工气功机 人没有氧气呢是活不了的 但是有氢呢就会活得更好 因为当我们在CHO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达到一个补气功充电灭烟排毒的一个功能 那操作非常简单 那操作非常简单 只需要用纯水 H2O呢 去制造这个氢氧 而我们的这一家H2O呢 是有得到一个专利的黄金安全比例 达到了73%的氢 27%的氧 在每一个小时里面呢 生产70到75公升的氢氧 可以达到一个保健灭烟的功能 H2O让癌症消失的医研研究里面证实呢 可以帮助癌症病患者呢 辅助癌疗逆转癌症 而且提升他们的存活力 所以在侧木存的博士的医院研究里面呢 他收入了400个case 而这些case呢 这是属于末期癌症病患者 他们只有10%的存活力 而在侧木存的博士的医院里面呢 他们也收入了60万以上的末期癌症病患者 证实呢 使用H2O5个小时以上呢 是可以辅助 帮助癌疗 而且逆转癌症的 所以从他的这一项研究里面呢 对于这些末期癌症存活力 10%的人呢 使用5个小时的H2O过后呢 可以提升70%的存活力 那从他们的寿命 只有两个月的寿命呢 可以延长一年到五年的寿命 那除此以外 不只是提升了他们的存活力 跟他们的寿命 同时也让他们呢 在整个癌疗的过程里面呢 得到这八得的尊严跟有品质的生活 H2呢 是的确可以帮助癌疗不痛苦 减少呢 癌疗的疼痛跟副作用 在癌症治疗当中呢 会面对很多不同的副作用 所以在癌疗治疗的当中的前跟后呢 CH2呢 是可以达到抗副作用的一个效果 所以CH2呢 是可以帮助癌疗减少副作用 比如是说减少他的疼痛 减少化疗的伤害 让这个癌患者呢 有体力停止他身体的发炎 退水肿 让他有胃口 睡得好 那最重要的是 在他整个癌疗过程呢 让他的伤口复原的快 而且看到有复原的那个希望 那只要每天吸上H15个小时以上呢 在72个小时过后 我们就会开始看到一个改善 一个月过后就可以进步到90% 三到六个月过后呢 很多的癌友都跟我们分享 他的生活呢 会变得更加有品质的生活 在经历了癌疗过后呢 最重要的是要让癌症不再复发 所以CH2呢 是可以预防呢 我们的癌症再复发 每天CH5个小时以上呢 是可以活化我们的杀手细胞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癌细胞 它是属于一个坏了的细胞 所以只要我们每天CH2呢 它会让我们的杀手细胞呢 开始active起来 那杀手细胞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攻击这个癌细胞 而消灭这个癌细胞 所以用这个H2呢 来活化我们的杀手细胞 消灭癌细胞呢 同时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当我们的免疫力增长的时候 也可以达到一个防癌症 防癌复复发 各种病痛的问题 在癌疗的前中后呢 我们到底要吸多少时间的H2呢 如果它是属于在癌疗治疗前的一个月 或者癌疗治疗中的6个月呢 我们鼓励它吸上15个小时以上 挂着吸呢 会让它的快速减少这个癌疗的副作用 跟不适 同时呢 也可以达到一个更平安的一个效果 那在它的癌疗治疗后的6到6个月呢 我们要减少它的长期的副作用 我们鼓励吸10个小时以上 那如果它是癌症康复者 那要保持一个保健的功能 或者避开癌复发的话呢 过后就可以每天吸上5个小时以上 每天进行这7个习惯呢 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然后避开我们的病痛 在策略纯尔博士的这本书里面提到呢 这7个习惯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第一就是吃Coinzyme的那个食物 第二就是有氧运动 第三是泡澡40度以上的温水域 跟减少我们的冷气冰冷的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将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 消除我们的压力 跟进行我们的那个活肠的功能 那如果我们1到6都做了 没有效的话呢 我们可以吸HO 那有些人是不是1到6都说不到 只是他没有时间做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CHO 因为选择CHO呢 是最快最有效的去活化我们的立腺体 来活化我们的免疫力 以达到一个弊病的一个功能 而这一个风能呢 可以帮助我们自救弊病的一个手册 那独入的非药疗法呢 是以一个不医病不医病的一个原理 那医病是上天决定的 病是由医生来看的 那我们补充HO氢氧气疗呢 主要是来活化我们的免疫系统 以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 想要获得更多的长者养生必病的资讯 可以浏览以下的视频 我们把视频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呢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一些健康资讯 怎么样用HO陪爸妈热火医生 包括日本的医研研究 证实呢HO能达到一个臂癌症的一个功能 然后同时HO也可以预防跟逆转癌疾 脑疾 那HO可以预防呢跟逆转脑中风 心脏病 缓解无名疼痛 去皮类 HO可以帮助爸妈 延寿动灵 缓解压力 防COVID 脑 那个肺炎 HO也能帮助长者 上得到一个善中有效的治愈用法 总结自救的必病效果 最后就是长者的一些小病小痛的治愈法 都可以浏览 这一个QR Code以获取一个完整的一个照顾 长者的一个资讯 那对于个案的分享呢 我们都有六个很好的个案 包括是HO帮助洗盖手术少痛保健秘密的那个秘诀 然后中风后午后一阵延寿保健法 轻松照顾爸妈的健康自主的方法 HO物体肺炎 踢伤或者跌伤的那个复原 HL包括可以改善脚抽筋COVID跟健康自主 最后就是HL可以高效的帮助高龄的量吗 然后手术过后快速的康复 我们有非常多的HL帮助癌疗呢 一些真实的个案分享 不管你是胃癌乳癌或者肝癌或者其他的癌症呢 都可以从我们的影片里面看到一些很好的真实的分享 所以你可以scan下我们的YouTube频道 去观看这些HL以癌症真实的个案分享 在这一本书的医研研究里面证实呢 HL是有效的帮助长者避开这些病痛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去观看这些影片的话呢 这个topic是我们的HL的Lesson 1-8 你可以scan下这个QR Code 第二个QR Code呢就是讲述你的生活习惯呢 培育了癌症 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点下我们的这个QR Code 欢迎你们呢订购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转发这一个YouTube给你们身边的朋友 使用NATURU非药物疗法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排毒抗发炎弊病的一个效果 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炎的方法就是使用HL HL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掉坏的自由基 排酸毒达到一个灭厌弊病的最佳效果 第二项就是HTT HTT呢是有效的排寒湿毒疏通我们的经络 达到一个局部性的止痛 第三 The 1-to-1 Diet The 1-to-1 Diet的Step 1跟Step 2呢 是有效的启动一个自觉系统 它帮助我们的身体呢排掉一个老旧细胞 让我们的老旧毒肺物呢顺利的排出体外 而且补充齐全的营养 第四就是用LySpark LySpark呢最有效是排血液的垃圾 补充我们的神经细胞 而且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 那记得要长期保持健康的过程中 一定要常使用这四个方法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Netro非药物疗法的排毒 抗发炎和必病的效果